各位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2月8号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先来看到的是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 这一天是在龙敬区公所进行号次抽签 五位候选人前后到场 其中最受瞩目的绿营候选人林静怡 以及蓝营候选人严宽恒 也在大批支持者的陪同之下来抽签 由林静怡率先抽出四号 严宽恒则是五号 而抽完的当下 双方支持者台下大喊口号支持 双方隔空校正 希望在1月9号能够拿下选战 支持者大喊动算 要替候选人林静怡加油 中二选区立委补选这天进行抽签 依照绿营候选人林静怡 在市员张家安及李天生等人的陪同助政下 到龙井区公所抽签 而对于抽签号码他也没特定想法 只希望能够尽量争取选民的支持 因为号码只是一个让民众比较容易记得这个讯息 那整个选举其实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以及民众对于我们的期待 也希望所有关心我们 就是这次选举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经过的路上 或者是在我们直播的这个网路上面 跟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大家也看到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立委 能够为地方来发声 不产在台中全国乃至于全世界 那我也特别提到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启动入战全面的动员 秀出抽签号码 林静怡率先抽中4号 接着由蓝营候选人严宽恒抽中5号 台下也传来了许多的掌声 而除了最受瞩目的两人外 另外三位候选人张炯春分别抽中1号 林静怡2号及李生汉3号 而言宽恒对于这一次抽中的号码 也感到相当满意 希望把这个抽到的号码 让选区的乡亲能够知道 那这个号码能够透过选区乡亲的支持 帮助宽恒的宣传 在这种选举资源不对等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能够协助宽恒 在这一次1月9号的选举 能够在最后得到胜选 我从出现和今天都在我们大台中 生重 那么今天因为博委的关系 三星不算 看不起 目前社会的混沌 候选人各个抓紧时间拉票 而蓝绿双方阵营在抽完签后 也随即上车队来向李明扫接拜票 距离补选剩下一个月 双方马不停蹄争取时间 拜票曝光 期望能在1月9号拿下选战 记者浪卫台中采访报导 在此再次谈访报导 等下来